OSOW RANGEL 在用 Mode 的單印證之前 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把單印證在編號是 AL K171 很大隻 Mantaria IN JAPAN 除了写着Main in Japan之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就是它的刀印这个位置,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是告诉你,这一边才是刀印 那这一边是什么呢?这一边其实是一块挡板 它将零件放进去之后,其实它是顶住那块零件 然后靠这边刀印压下去剪断那个零件 就不同相印剪,相印剪就是两边都是刀印 两边都是刀印的时候,你剪,两边都一起施加压力 所以剪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看到剪到有些白化位 就是因为它靠两边的压力断了零件 那单印剪的好处就是剪出来,基本上很少白化 那之后我们会试试效果的 另外这把剪也有一些很standard的设备 一定有弹弓 另外它会有这一粒 这一粒螺丝就是用来调教它 盒盒的时候不要过度夹得太近 避免它刀锋和这一边伤到自己的刀锋 另外这一边也有一粒螺丝 这一粒螺丝就是用来调 就是用来避免它开合过度 即是打开得太大 但基本上这两粒螺丝都是不用调教的 一打开盒子可以直接使用 那我们来看看用出来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先试吧 这把是双星 旧金剪 剪下去这条胶条呢 大家看到中间的位置 白化得比较厉害 因为它是两边夹的关系 那所以呢 它剪出来呢 是会比较多白化 那因为双星金剪 旧金剪 它是双印剪 无可避免的一样东西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就试试试试试试这把K171 那它是一把单印剪 那那大家都知道 那些工具真是很厉害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剪出来是很低白化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收水口呢 除了可以用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神剪之外呢 可以考虑这把 职人建器的单印剪 那它剪出来呢 其实一样很漂亮 很平滑 那大家看到我的镜头 zoom到那么近呢 让你看到水口 其实是非常平滑 没什么白化 就是这些电视频 那些电视频 在哪里 那么黄的电视频 就会让你这些电视频 是最为啥的 这些电视频